表面是母慈子孝 实际上为权力母子内斗不休 财力大到垄断的地方 却只穿粗布麻衣 这就是宁里在青年中饰演的角色 内裤的根基 江南三大房的主理人 明家家主 明清达 宁里最早被观众知道 就是那部吴正之最终的冷血杀手李丰田 其中宁里饰演的李丰田 冷漠无情 阴郁狠辣 刷新了观众对于杀手的认知 也让宁里成功走进了大众视野 宁里其实从小就热爱表演 因为热爱 他高中复读时考进了上戏 毕业后进入话剧团 演了几年话剧 也演了几部电影 在失业上升期 宁里选择了去美国深造 学习更多的表演知识 回国后的几年 成了宁里的失业平静期 就算是在各个剧里的小角色打转 他也绝不放弃 就这样 隐秘的角落里的市井小名张景林 沉默的真相李 为帮助江阳寻求真相 拖着行李大闹地铁站的张超 这些角色虽然都不是主角 但经过宁里的诠释 配角也演得意义生辉 并且成功地被观众记住 2021年 宁里出演了电影《爱情神话》里的 《上海小鞋匠》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色 张口却能聊尽人间百态 携手端起的不是茶水 而是上海人的灵魂咖啡 举手投足间 透露着上海人的神韵和腔调 R22年与张若云第一次合作的 《内部警察荣誉》 剧中他饰演张若云的老师陈新成 一个外冷内热的好警察 这部剧中宁里颠覆了之前的形象 凭借这部剧 宁里获得第35届华丁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之后与张若云二大庆余年 饰演明清达 这个角色不再是一正一邪 而是真正的坏和变态 他受控于明家老太君 对着老太太表现出恐惧和母思子孝 实际上 明清达早就默默夺下了权力 许多事坐在老太君之前 就是想趁机架空对方 明清达一个眼神流转 就能传递出他内心的阴痕与算计 明家家主的位置 明清达不仅杀了自己的堂弟来顶罪 还杀了一院子的人 替换转运司的工人 明家世人命如草芥的行为 不除朝中权势 甚至他们会为这些灾民 下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让对方心甘情愿赴死 就算有人想为他们出头申冤 他们也不愿意 这就能看出来 明清达之所以可以掌控三大坊 能力不在于经营 而在于他很懂得玩弄人心 抓住了把柄就等于抓住了对方的命 尚可以对付老太君 下又很会POA 看似为人质朴千功 实际上充满了虚伪与阴狠 明清达这个角色 看成宁里戒道的角色里 最复杂的人设了吧 千亿年二完结 但明清达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且在第三季里 明家防导物踏实 宁里老师会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